布桃群症感染來到第15天 但院內有醫護人員的家屬 向平面媒體爆料 布桃院內根本就是一團亂 爆來家屬說 他的親人和案838染疫醫師 同單位共識 但在1月10號疫調時 院方雪說 因為接觸不超過15分鐘 不需要檢疫隔離 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第一批30人簡直不知所措 比如說跟病房擁抱的話 你只要一分鐘 就可能會得到感染 所以我想應該是 曾經接觸的人 自己要判斷一下 自己會不會有感染的風險 之後院方召回醫護人員 回院採檢 卻安排所有人在密閉的會議室 由4名採檢人員幫大家篩檢 但要求大家脫下口罩 衣序排隊等採檢 但裡頭超過兩個單位 至少50名的醫師及護理員工 排隊的話 應該是所有的人都戴口罩 只有在你必須要採檢的時候 你一定要脫口罩 才能夠做鼻炎或者口炎的採檢 這位家屬還透露 不逃院內分艙分流 從頭至今持續出錯 紅區和綠區 值班醫師 專科護理師等常常是同一個人 所以醫護人員可以從紅區到綠區 但紅區加護病房病人 要轉出到普通病房 卻被說因為是髒的 所以不能到乾淨區域 記者實際之內 給指揮中心發言人 卻無法得到回應與證實 他們兩天就要去採檢 非常的透 而且呢 他們不是同步收到訊息 而是可能看電視 看直播 才收到訊息的 我們也是覺得說 匪夷手勢 然後而且 他們一直在強調 是他們院內的資訊 不公開透明 最近院內 目前狀況如何 由於指揮中心只表示 有持續打氣關懷 但究竟有沒有院內 醫護人員所說的狀況 還是要給國人及相關人員 一個答案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